一天他跟老赵吵架了 然后摔门走了 你说说他多么 他真有办法治 他把电话关了 任何人找了 老赵就疯了 老赵都找到他父女家了 也没找到 全北京都出动了 全北京 你根本不为我出动 说过了 我跟我老公吵架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然后我就决定 就要走 然后我就 我就穿衣服 我就觉得 他应该拦我 根本不拦 对对对 然后我就往门外走 你知道吗 我快出门 他啪把门从里面就锁上 然后我就只能走了 因为我们家最近的叫 国际俱乐部大酒店 你知道吗 夜里三点 我一进去 我说家里来客人 跟人家服务员 还有面子 要面子 我说家里来客人 那个开一间房 开完了 回到房间 我当时就想 我老公干嘛 我就给家里打了一电话 这时候已经过了 挺长时间 我一打电话 就听那边 喂 我一听 睡了 气得还睡了 后来就 睡了 肯定那个声 完全是睡觉的声 喂 我一听 我灵机一动 你干什么 我叫你 你说谁能作过他 谁能作过他 挂了 然后当时没有手机 只有BB机 二十多年前 然后这时候挂了之后 我就等着 过一会那手机 我一看 丹丹 请给大姐回电话 我大姐 凌晨三点多 我挂了 一会儿 妮儿 你在哪儿 我不理 这是老赵发的 丹丹 请给二姐回电话 丹丹 给爸爸回电话 我也完了 把我父母都吵醒了 我赶快给我们家 挨哥打电话说 我在酒店呢 别管了 我跟赵义姬吵架了 没事挂了吧 你们快睡吧 我就想 他肯定不 我跟所有人都说 不要告他 第二天 所有人都告他了 对 说他在酒店睡觉 好玩 所以我告你 从此以后吵架 我绝不出门 完了还得花自己家钱开房 我跟赵乱姬吵架 我跟赵乱姬吵架